那另一头我们看到在这个赖清德520之后呢 他的团队目前已经都就位了 那这个团队的名单打开一看 大家就赫然发现两个字叫做台独 台独团队几乎全部都到齐 记不记得过去这个大陆还公布了什么台独名单等等 几乎大概都在上面 尤其是我必须要拿出来讲的 这个郑英耀接了这个教育部长 因为在马英克刚对台湾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特别是对于这个年轻的一代 那郑英耀是谁呢 他曾经接过谢长廷还有陈局的教育局局长 他也是著名的台独社团南社的这个前社长 那他呢要接教育部长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接下来克刚会怎么个改法 那南社过去你看到力挺黄吉 办过黑熊学院的活动啊 对不对 然后呢他在07年还跟苏文昌签了个什么台湾前途约定书啊 认定中华民国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大家如果不了解南社的话有很多台独社团 南社是非常独独独独到怎样 独到绿的发黑的那种 那林佳龙当然台独接这个陆委 林佳龙接陆委会主委 不是啊林佳龙接这个外交部部长啊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林佳龙嘛 对对对所以这边是贴错了贴错了 他是李登辉时代搞两国论的主角之一嘛 另外还有包括我们看到郑明谦啊 据说要接法务部长他要办过谁呢 过去最大的攻击 办过林子庙啊高洪安啊 这样大家就懂了 吴子佳说就是贯彻赖清德的意志 那邱锤正呢算是这个所有名单当中啊 好像比较没那么没那么读 他比较偏交流派啊 比较希望这个有点交流 他是金门大学的教授 金门大学教授啊 好广告回来之后 因为这个亮哥对于这个民进党内部最熟悉啊 回来之后我们让亮哥来看一下 这个台独内阁的这个名单 特别是教育部长的这个位置 预期一下接下来这四年会发生什么事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对你怎么看在教育部长这个位置 就是赖清德的意志要贯彻嘛 你去想一想他找郑立军 郑立军跟郑英要一样独啦 他本来就要找郑立军当行政院长 所以想法本来就是这样啊 对但是因为这个克刚对台湾的这个影响 年限真的非常大 这个不是克刚啦 我跟你讲他要做的不止克刚啦 他找小野来干嘛 他要让台湾成为文化大国啦 我跟你保证就是台独文化大国 哪里只有克刚 你把赖清德想的太小了啦 他就是要搞台湾民族运动啦 台湾民族运动啦 对啦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调子啦 就是台湾民族认同的一个行硕的运动啦 不然为什么需要洗涤人心啊 对 为什么国家要重建啦 那这样中华民族那条路不就没了吗 当然是啊 所以我跟你讲说 马英九明年还要去就这一次啊 就是你去想想他找郑立军当格魁 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就是要搞文化改造嘛 思想改造嘛 不就是这个吗 我只是不好讲说台湾版的文革啦 事实上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社会文化的 或者是说台湾人意识的运动 整个扭过来了 对啦 所以你还在想克刚 克刚那是小事啊 他未来还要拍电影耶 文化运动啊 这小姐擅长的 所以怎么会只有克刚 我跟你讲到这要广播啊 电影啊什么的 很多的啦 不然我难以想象 怎么会这个时间 你再找郑立军组阁 对不对 你照理讲 你如果认知到两岸的危机 经济的危机 你应该找民进党里面 最厉害的人进来啊 那结果郑文燦现在人在哪里 到现在还没有缺啊 他找的首先最优先的 他就是先要优先 把安全顾好 然后大概就是内部要开始做 社会改造啦 国家重建啦 洗涤人心啊 洗涤军心 我知道啊 洗涤军心现在就开始了 思想清洗啦 基本上 我跟你讲那个顾立雄 我就说顾立雄去接国防部长 我第一个是替他担心说 这个军务的管理啊 军纪的管理 还有军构那个复杂程度 你知道吗 结果我现在才了解 原来顾立雄第一件事情来做 是要做军中的转型教育 他想的都跟你不一样嘛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的那个频率跟他一直没有接上 所以你就会一直 对 瞠目结舌这样 不断的瞠目结舌 对 所以你会说 正义要这样的人可以当教育部长 你怎么不去想 郑立军这样的人可以当行政院长 你怎么不去想这个 那不是更惊人吗 所以我觉得不可思议啦 然后他整个叫做 AI行动内阁 结果那个AI的头不见 那个人叫佟子贤 那个口号是佟子贤要用的 结果佟子贤又不来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会更像是什么 更像是文化思想的改造内阁 我现在给我这种感觉 对好从这个520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新团队就要就位了 好另外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梅日飞三方的这个峰会 那拜登4月11号不是跟这个岸田文雄 还有这个小马可 是三边的峰会 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里面就把这个中国大陆挑出来 又是一个中国威胁论 然后在中方在南海 东海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 表示关切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那毛宁也有所回应 那另外头你看到 拜登跟岸田的会晤的时候 美方也会坚定的利用 包括核武在内的能力 来保卫日本 今天李将军今天这核武 这个东西把日本人吓了一跳 大家知道这个日本人 这个广岛原子弹等等 一讲到核 他们心里就直打鼓 所以日本民众 有很多的这个反弹 日本不反省历史 要企图驾向日美同盟 就是走向战争的不归路 然后今天这个岸田 在美国国会的这场演说 三十四分钟时间蛮长的 那他有个美式幽默 一开场就说 我在日本国会不会 拿到这么多的掌声 还真的呢 因为他的民调立刻崩了 对不对 一语沉沉 然后他前面讲了一段话 其实大家真的是起鸡皮疙瘩 因为翻译的关系 有的翻译就是翻得更就麻一点 有的翻译就是外交辞令 但是怎么看 大家都看懂了 说什么呢 尽管世界期待美国的领导 世界期待美国领导 有吗 这个日本帮全世界说了 虽然世界期待美国领导 但是不应该指望 美国独立完成这一切 是的 美国的领导不可或缺 如果没有美国的话 印太地区还有多久 就会面临更严峻的现实呢 所以身为美国最亲密的朋友 日本人跟你们并肩作战 这翻译成白话文 就老大你好棒 你一定要领导我们 但是你不能过军奋战 你好辛苦 我来帮你 翻译白话文就是这样 就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 就算是战败国 也没有必要缠媚到这个程度 下一个责任就是岸田 这是耻辱 你培效也挺难的 然后在这个晚宴当中 他也是料那种 你知道美式幽默 他说这么多的 美日大牌嘉宾 我压力山大 讲不出话来 连我太太都跟我说 看不出谁是主兵 堂堂日本首相 面对美日大牌 他变成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小菜鸟一样 这个丽将军你欣赏 他的幽默感吗 你怎么看这般表述 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幽默感 他是讲出实话 他现在日本确实要跟美国 并肩在一起作战 但我这个整个过程 我必须要这边很详细 跟大家花点时间讲一下 你知道美国在驻日的司令 他的阶级是三颗星 那美军来讲三星是中将 不是上将 但是驻韩的美军司令是四星 是上将 所以日本在美国的地位之中 是矮一截的 所以我那时候有特别讲 就是说日军如果说 跟美军配合作战来讲的话 美军的指挥权责是在哪里 不是驻日的司令 是印太司令来指挥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 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 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效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